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人在一起 开始总是美好的 但日久天长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一心一意 相伴到老 爱情再美 也终究抵不过男人的变心 当一个男人开始变心 会有这几个征兆 聪明的女人一定要早点知道 总说自己很忙 张爱玲说 一个人如果没空 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 一个人如果走不开 那是因为他不想走开 一个人对你借口太多 那是因为不想在乎 当初追你的时候 再忙都有空 再远都顺路 现在怎么就变了 男人如果真的爱你 不管多忙都会抽出一些时间 给你打个电话 陪你吃顿饭 而不是整天找不到人影 总说自己忙 找借口出去的男人 其实他的心也早就飞走了 再多的借口 不过就是因为不够爱了 不想见你罢了 在一起没话了 曾经在一起欢声笑语 如今却相看无言 越来越疏远 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就是沟通 只有彼此交流心中所想 才能让感情长久幸福 当他在心里筑起了高墙 宁可玩手机 看电视 打游戏 都不愿意跟你聊天 对你敷衍了事 那你就要明白他的心已经开始变了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 而是我在你身边 你却对我爱搭不理 好好想一想 这样冷漠的感情 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男人爱你的时候 你叫他做什么都不麻烦 一旦他不爱你了 你就成为他眼中最大的麻烦 当一个男人对你不再上心 自然不会再主动关心你 把注意力放在你身上 他不会关心你是否吃饱穿暖了 也不会在意你是否会伤心难过 你的一切 似乎都跟他不再有瓜葛了 没有了甜言蜜语 也没有了嘘寒问暖 只是把你当空气一般 对你熟视无睹 即便是吵架之后 也是冷战到底 因为他已经懒得在费心思 费时间 费精力来哄你开心了 对钱斤斤计较 有句话叫 男人的心在哪 钱就在哪 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 不一定爱你 但不愿意为你花钱的男人 一定不爱你 说到底 会过日子和抠门是两回事 会过日子的男人 宁可自己省吃俭用 也会把钱留给你花 因为他考虑的是你们的未来 而对你抠门的男人 在你身上花的每一分钱 都要斤斤计较 因为他算计的是自己的后路 记住 一个男人如果舍不得为你花钱 那他的心也就不在你身上 开始对你挑剔 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 但在变了心的男人眼中 你不再是他心中的女神 而是一个多余的存在 他爱你的时候 你所有的缺点都是优点 不爱你了 再多的优点都能成为他挑剔你的理由 就像张爱玲说的那样 当一个男人不再爱一个女人 他哭闹是错 静默也是错 活着呼吸是错 死了更是错 嫌弃你的打扮 挑剔你的举止 指责你的性格 无视你的付出 对你挑三拣四 没有了爱 在他看来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那般的刺眼 令他生艳 但其实你没变 是他的心变了 不再与你亲密 男人一旦变了心 厌倦了你 也就不会再想碰你了 曾经甜蜜地牵手 拥抱 亲吻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变成了淡淡的熟离 甚至一到关键时刻 他会找出各种理由 说自己累了 不感兴趣 不过就是他对你没感觉了 这是一种暗示 也是一种变相的反击 表达他对你的不满 或许是他在外面有了别人 又或许是他心里 早已经没有了你 总而言之 你要重新审视一下你们的关系 一段感情走到尽头 就会索然无味 一个男人变心到无药可救 就会对你冷酷绝情 别以为你的挽留 你的委屈求全会让他回心转意 换来的只会是他的鄙夷和冷漠 不管什么时候 作为女人 都不要为了别人放弃自我 拿出勇气 活出底气 你要明白 变了新的男人 就像没用的化妆品 该扔还得扔 今天与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聆听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不妨在文末点个赞 并分享到朋友圈 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相约 感谢您的聆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